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在上次的教學影片裡面 已經教了大家如何計算出Polyrism兩個不同節奏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計算 我們可以有一個明確的方式去做練習 那麼這一集我就要教大家一些不同的練習方式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在音樂上面所遇到的各種情境 然後去挑選適合自己的練習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在練習的情境上面我們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 一個是基礎的動作練習 那麼另外一個是比較實際的操作練習的部分 那麼我們會先從比較基礎的動作練習開始 首先第一個練習就像上一支影片一樣 我們把兩隻手分成兩種不同的聲音 這樣子方便我們聽取兩隻手的不同的節奏 然後我的右手會打3 然後會做這樣子的聲音 然後左手會做2 會做這樣子的聲音 然後第一個練習的目標就是先把動作練順 然後大概做起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在練習的第二個步驟就是我們要把這樣子的動作練到非常快 因為大致上你這樣子打起來在實際的應用上面速度會偏慢 就這跟我們實際操作遇到的狀況就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實際的操作狀況在這樣子的配合打擊下面是會非常快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非常熟悉這樣子互動兩個節奏互動的一個過程一個動作 所以第二個步驟就是我們要把這個動作練到非常快 所以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那接著我們把這樣子的動作透過不同的速度 慢的快的去熟悉這樣子兩隻手的打擊了以後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很重要的是 我們除了要能夠他手可以做一個這樣子配合的打擊以外 因為這樣子練久了 他其實會變成一個自然的反應 但是在音樂的操作上面 我們要有意識的去知道我們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能夠意識的到 3的拍子在哪裡 然後2的拍子又在哪裡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再加入一個動作 就是數拍子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先嘗試從慢的打擊開始 然後接著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你的其中一隻手 所以我現在先把我的注意力放到右手 然後去感受你右手的打擊 然後接著在心裡面就莫屬1-2-3-1-2-3的節奏 最後去把它唱出來 實際的唱出來 有的時候想在心裡面 你單純的想在心裡面 其實會有點不太準確 甚至有時候你以為你在心裡面有數拍子 但是事實上在操作的過程中 你是完全沒有在數拍 然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會非常建議就是一定要數出來 你會發現有的時候 你想數然後 數錯了 然後你才會有意識的知道說 原來你自己都亂數這樣 所以數出來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所以這時候我把我的右手1-2-3的拍子數出來 就會長這個樣子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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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樣的我也可以換邊 去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左手 然後去數左手的1-2-1-2 所以它就會長這樣子 所以我會先打擊 Sorry 然後把我的意識放在左手 然後默數 然後再把它數出來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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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接下來一樣的就是 我們要把這樣子的動作 把它做到很快 所以就會是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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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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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你有辦法這樣子數拍子 在不同的速度下面去數左手或者是右手的拍子了以後 接下來這一個練習就會有一點點挑戰了 就是我們會在一個節奏的基底下面去做另外一個節奏的打擊 那這個時候其實等於什麼 我們信面的活動是我們在感知當下歌曲的基本節奏的時候 我們要去想著另外一個節奏再怎麼操作 然後跳去另外一個節奏的操作上面操作 你們可以大概可以試想一下實際的狀況是我們有可能跳出去另外一個節奏的時候 是有可能需要再跳回來 所以這個時候當你的心理活動在另外一個節奏的感知的時候 事實上你不能放掉另外一個節奏 所以anyway 簡單的來說就是我們是有可能兩邊的節奏要一直跳來跳去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衍生出這樣子的一個練習就是 你要能夠兩邊換邊數然後是不間斷的 所以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這個練習比較看人就是不一定大家都要練 但是有興趣你對這樣子的練習然後這樣子的反應是有興趣的話 或許你可以嘗試看看 就只是在各種不同的狀況下面去考驗自己而已 就是我們可以把剛剛那一系列的練習全部都反過來 左手打3,右手打2 然後甚至可以讓我們兩隻手隨時去交換3跟2的節奏 當然你可以為你實際在樂器上面的操作去做考量 如果你認為這樣子兩隻手換來換去 我實際上樂器又不用這樣操作 這樣子操作 這樣子練習沒什麼意義 沒什麼實際上面的意義 那你可以不用練也沒有關係 但是有興趣的話或許你可以練一下 所以它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一樣可以去數拍子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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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 2 1 2 2 1 然後甚至兩隻手去換不同的節奏 I sorry I sorry I sorry 然後接下來這個練習就比較有趣了 就很多人會講說就是 我這樣子練拍手 阿在我 我又不是鼓手 然後我在實際的樂器操作上面 這樣子練習的意義好像不大 但是其實這就是需要發揮你們想像力的時候 就是你們要可以去想像這樣子的動作 這樣子的操作 會在你們實際音樂的狀況裡面的哪邊出現 那你可以怎麼樣利用這樣子 左右手打擊的簡單打擊的一個練習 然後去串聯到你實際的應用操作的動作上面 所以一個很實際的操作狀況 就是我在四拍的歌曲裡面去做兩拍的三連音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像是 這樣子兩拍的聲音 然後我在這兩拍裡面 一二拍或是三四拍 當然你要二三也可以啦 Anyway 就是你在兩拍裡面去做平均的三連音 所以就會長這個樣子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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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右手三 然後右手三 那麼實際的操作上面會是怎麼樣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左手的二 改成我們的腳去做踩拍子的動作 所以你就會試想到就是我們的腳 其實大部分如果你有踩拍子的習慣 我們踩拍子就會是踩剛剛的二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左手的二 放到我的腳去做踩拍子的動作 踩二的拍子 然後我的右手就可以一樣去打擊三 所以這個時候會變成我的手跟我的腳 去做踩拍子的一個三對二的一個拍子的搭配 所以就會長這個樣子 一二三 這就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操作 我們的腳去踩拍子 然後手去打我們音樂上面遇到的兩拍三連音 所以同樣的對於三拍子為基底的歌曲 我們一樣可以在這個三拍子上面去做平均的二的彈奏 所以比如說像這樣子一個六八拍的歌曲 然後我們的腳會踩他的三的節奏 然後我們的手就可以在上面去做二的彈奏 然後組合起來 像比如說這是一個六八拍的拍子 然後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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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做二的彈奏 一二三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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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一二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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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當然也可以把這些彈奏 慢慢的移到比較實際面來去做操作 然後無論是在三拍為基底的歌曲 或者是四四拍的歌曲 對那 反向的去操作裡面的二或三的節奏 那都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所以像比如說我們可以先利用刷奏去做一個練習 一個大的動作 一個大的動作 然後去對我們相對應的Poly Rhythm的節奏感 所以比如說三拍子的歌曲 一二三 一 就可以這個樣子 或者是我們四四拍的歌曲裡面去操作 三 三 四 一 之類的 都可以這樣子去做練習 那在這樣子練習過後 我們也可以慢慢的去彈奏一些和弦啦 或是音階 其實都會是一個很不錯的練習 然後最後也不要忘了 我們是非常有機會要 兩邊不同的拍子 來回去跑動 來回去跳動 所以到最後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練習是 我們要可以在不同的節奏裡面去做來回的切換 所以也不要忘記 不要只單練這樣子的二對三的節奏 然後就想說自己已經會了 就是真正的學會其實是要你能夠切換自如的 所以不要忘了去做四分音符的混搭 或是八分音符的混搭 然後去測驗你自己在這些節奏的來回之間會不會miss掉 然後盡量慢慢熟悉這些切換的感覺 比如說你可以先測驗一下 比如說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的切換 然後再去做一個三連音的切換 然後最後做兩拍三連音的切換 所以大概就會長這個樣子 2、3、4 又或者是像這樣子就是六八拍 然後以三的節奏為基底的歌曲彈奏 1、2、3、2、3 2、4、5、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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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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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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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最后我要再介绍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联想 就像我们刚开始先把这样子的打击的动作 然后把我的基底的拍子概念 把它挪到我们的脚上用我们的脚去做彩拍子的动作 就像这样子的联想 我或许可以再把这样子的联想应用到更多不同的弹奏情境里面 然后更多不同的弹奏状况里面 所以后来我就也有联想到了就是 在我们fingerstyle的操作里面 不是也有很多这种 我需要同时模仿好多不同的乐器的状况里面吗 所以就让我想到了bone chick的弹奏 在bone chick这样子乡村的弹奏状况中 我们的大拇指会去模仿bass的E3Pi 还有小鼓的24Pi 我们的下面的手指头就会去抓一些和弦的声音啊 或者是我们的旋律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去搭配到各种不同的节奏 和弦的弹奏啊 或者是旋律的节奏弹奏 那不就会是我们这边的弹奏和这边的弹奏 就有可能会遇到两种不同的牌子的混合嘛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3搭在这边 然后这边去做一个2的弹奏 基底弹奏 或者是我们大拇指去做3的基底弹奏 然后这边弹一个固定的2的节奏组合 照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衍生出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然后你当然可以应用在各种和弦上面 或者是在这上面去弹奏各种旋律 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所以我们的大拇指这个样子弹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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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的下面去做2的弹奏就会长这个样子 那在这边题外话一下就是 当然不是只有Bone Chick的弹奏可以这个样子使用 在Finger Style或者是爵士或者是任何弹奏里面 像比如说任何的Finger Style啊 我们都是结合了很多不同的乐器的概念下去做操作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时候会有2个声部 3个声部的需求 那或者是像比如说爵士里面 我知道有一种弹奏手法是Two Line 那它就会有高低两个声部同时在弹奏 只要有这种两个声部 3个声部以上的弹奏 你都可以去做这种不同的声部上的节奏组合 那它就会有Poly Rhythm的需求 那就可以在不同的声部去操作不同的节奏 然后达到Poly Rhythm的效果 在练习的最后 我提供一个完整的弹奏给大家 然后可以在一个44拍的机底下面去做2对3的节奏练习 然后就会长这个样子 弹奏练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